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感情的 我们感觉好像自己家人 贴了一位新的成员一样 是吗 还想把他过继给我 但是你现在说这个话 就是妄想复辟 别想 你看伦敦也挺有意思 伦敦那个最高的 几乎就是那个楼 它上面有个圆形的那个 对 一直说是男孩 我觉得像是给全城宣告 是男的 是男的 挺逗的 所以英国人就是喜欢玩 什么样的小事情 就是那个 凝聚这个玩的力量 我记得有一年去伦敦也是 那批大的事情 也是好像一个远房的王家的亲人 也是生了一个什么小孙子 也是在伦敦一个地方 一个大楼 然后听说是那个王师的 一个有钱的朋友 包起来 不是包起来 这是把外场 整个广告牌 整栋高楼 就变成一个庆祝的语句 恭喜他拿到一个小孩 然后不是拿到生了一个小孩 然后下面所有的人就围观 他们有这个王家的传统 你说咱们照中国父母的逻辑来分析 就是说 儿子你也不能保证 一定会变成什么样 对不对 但是万一像这种皇家威廉王子 或者说他的儿子 这将来要是成长成为一个 比如说是这个 比如说是个英国的这种 有涉嫌犯罪打人 也有机会吧 对吧 你是吧 任何一个孩子都有可能 有这个机会 但是如果王室处这么一个 你说他怎么办呢 那就是丑闻了吧 就逐出王室了吧 不过我觉得哈利王子 他现在行为也没有太 也是还蛮开心的 又是露屯的 然后又是女朋友换不断 又可能有疑似 好像有抽大麻等等的 这些出轨的照片 也是长成为有的吧 可能是老外吧 一般总体来说是个人主义 一人做事 一人当 你是这样 大家丑闻取笑一下 那就算了 反而是同情 比方说同情王太后 同情女王什么 觉得说 哎呀 他的心一定很难过 不会说 不会动不动 又说什么耻辱 比方说 不会动不动 某个大学教授 讲了一句话 就说 这是什么北大的耻辱 什么的耻辱 因为你就 一个大学 有多少个教授 你讲错话 这是你承担罪过 承担那个罪名 那个耻辱 不会动不动 无限上纲 就说你看 有你这种人 就是这个电视台的不好 有你这种人 这个大学的不好 我觉得比较能够 把范围限定 那我看这些新闻呢 我倒是一边看 一边联想 哎呀 假如中国 还有我皇帝就好 我觉得非常高兴的 对不对 一个人王家生了小孩 那我觉得好高兴啊 假如中国 以前一直有皇帝了 我们动不动 就跪在地上 皇上万岁万万岁 我觉得那感觉很好 其实不用到皇帝啦 领导人 这时候陈水扁 他女儿从结婚到深海 避案还没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是 这个记者也是追到不行啊 猜男生猜女生 猜他用什么娃娃车 然后猜他上哪个小学 上哪个幼稚园 那个每天穿什么 那个赵义安 就是他这个第一个 这个孙子 穿一件那个名牌 英国风衣出来的时候 跟他妈妈母子装的时候 也是被大家说 哎呀这个穿得像个小绅士啊 穿得太富贵啊 都有 其实也都有那个气氛 这种儿子 你说他能在一个健康环境下成长 很辛苦 很辛苦 是吧 你说这个 哎 我就觉得这几天 你大陆报道的那种 就是这个李某某 你说一人做事一人当 李某某他未成年呢 他妈妈就得来 来来来法庭啊 嗯 然后你知道现在 咱们前几天不还聊过吗 哎 这个事慢慢的 又好像这个 照他们那个法律顾问 说来说去啊 又再往另一方向说 这个新律师换得好吧 很醒目 我觉得他还挺能操纵 这个方向的 哎 对 就是该怎么样 就是他想要的那个方向 就放那方面的料 其他的呢 你都不会知道 你自然就会被他导引 舆论就会翻翻盘了 假如像这个 这个律师这样 这个话里话外 聊的这意思 就是说 这要是卖淫嫖娼的话 那这个事就完全 另一个性质啊 为什么会另一个性质啊 卖淫嫖娼 是另外的罪 可是这位 就是这个李某某 你还是违反意志 你还是犯了抢奸罪啊 所以我就不懂 大家在那个 可能不会被判过重 但是我还是觉得 他应该还是要被定罪的 不是吗 可能他隐含什么呢 当然可以同时发生 对 我先强暴 然后再来 再来卖淫啊 既然是这样 我付一件 也可以先卖淫再强暴啊 这个具体不清楚 可是说假如他是引导 操弄往卖淫嫖娼 这个方向的话 这是说 实时有罪的逻辑上 不是男的 是女的 你收了钱 你事后反悔 你诬告 坦白讲 假如在外国的社会 或者说在香港 假如证明 证明啊 真的是卖淫嫖娼的时候 反而到最后 是女的挨告 被告 对啊 那是啊 你是诬告了 对啊 所以说 对他是想用另外一个事情 来取代 另外一个事情 可是我稍微看不懂的是说 你因为打官司嘛 每个人总希望把事情 往自己方向来定义 来操弄 无可厚非 对 那重点在于说 到时候一定有一些证据的 我们通常说 强暴是有几种证据 一个你身体有没有受伤 是 长坡的性行为 跟自愿是两回事 是 有没有受伤 还有还有什么其他的证据 包括他当时的口供嘛 那有没有受伤 还有他身体的衣服 身体有没有挣扎 不仅是个人的部位 还有衣服那等等 我觉得都那些证据要出来嘛 可是没有听到 现在好像在这起案件上面 的确哦 我们只听到互相的说辞 没有实际的误证 去来佐证到底是谁对谁错 对 都是这个传闻 但是你知道民间存在着 我觉得至少网上存在着 强大的治他于死地的 有一种力量 你看这个就说是全是上万 一到有关这个李某某这新闻 你看都是两三万的这种评论 然后就全是提这个事情 可是你知道 这个我对就又婷你是没有这个经历 是吧 但是你是个女的 你是个女的 我想起来啊 就说他 这个女性的意志 比如说什么叫 你当时有没有激烈反抗 还是说反抗不强 为了这件事情 我去查了一下法律 在法律里面 女孩子在当下 有没有激烈反抗 不当作异智的一部分 就是说他说的不 就是他的这个反应可能 因为他可能被胁迫的 我不得不 今天要跟你发生新关系 我被 我可能今天不跟你发生新关系 我的家人受到生命的威胁 所以我今天你看起来 我是愿意的 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看起来我没有挣扎 但是他的背后的原因 他是被胁迫 这也是强奸罪 马博士一辈子的这个恋爱 都是从不开始的 那你 所以他就说常见这边 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例 就是说 不是当下的挣扎的强度与否 这是一部分 但是并不表示他不挣扎 就表示他不是 他的意愿是愿意的 是不是这样倒过来说 不能只是看他 有没有挣扎 因为他可能他老爸在旁边 被人家拿倉挤着 你就这样 你要把他放在整个背景 对 整个context 整个背景里面 包括他前前后后的故事 所以那个律师 假如用什么 瓢枪卖淫那个方向 那他就要提供其他的证据了 包括当时 是吗 那有没有谈价钱 多少钱等等等等 口供有没有配合 因为坦白讲 话说回来说 以前很多诬告 也是有发生过 当然我没有说这是误告 那我倒是感兴趣 文涛说好多的评论 几万个 我感兴趣三点 第一点是说 因为这个 大家对这个李某某 或者说 好像以前他有很多的 很多的 连科 对啊 记录 对不信任 这个 那所以说根据这个 那我们通常就会比较 请向女生那边 那另外任何这种跟性有关的 包括暴力 常暴 非理性骚扰等等 一般全世界一样 都是偏向女生的 对 我听说啊 这个强奸这个事啊 其实 我听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 那就是看女的说 女的如果说 她是强奸 这个你就很难办 你就是 甚至于说 但是我再提一个问题 如果是后悔了呢 如果是一个女的 当时愿意 完了就后悔了 然后说 她强奸我 这事呢 那只有证据了 法律就是看证据嘛 对啊 看你当下的 如果只有两个人呢 你有监视器画面 你还有 当下我觉得 马先生 马老师说的对 就是你的 强奸 就有所谓的暴力 通常会在里面嘛 你会被强迫 所以你手上 你身体上 甚至这个 任何部位 可能都会有 验伤的证明 你可以证明 你当时是不愿意的吗 但有一种 没有 就是你们台湾的 这个给 最近给判了几百年的 是李吧 李宗 都姓李 都姓李 李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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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广告 就好想去 李宗瑞 李宗瑞 将前三年型广告之后见 你俩合起来了 李宗瑞 这是一条专业的物流供应链 所有物件保证产地直送 绝无加工 经过专业分流 灵活打包 将最有价值的新闻 准时准确配送到您手上 中国移动凤凰快报 凤凰卫视中安台 你可以这样逛 也可以这样逛 你可以买这个 也可以买这个 云商苏宁 融合线上线下 创新购物体验 银松瑩 购物件 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泉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华 年份软浆 五井购酒 台湾李宗一 这个最近已经判刑了 还没有还内判刑 你不是说判了几百年吗 检察官求处这么高的星期 但是他这个9月才会 第一个庭审开庭 我就知道他一直坚持 就是夜店里的游戏规则 那就是夜情规则 他就说这些女 咱们说是迷奸 对吧 他说这些女的都是自愿的 但是他的比较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他有很多的video 他有很多的影片 那检察官 现在检察官或者是说 这个表示说 里面影片的女生 很多都是我们叫尸体 对吧 大家都说捡尸体 你知道夜店有句话 叫捡尸体 就是你到了两三点 三四点以后 女孩子已经喝到挂了 很多女生已经就是在门口 无法行走 无法回家 很多男生这时候在捡尸体 这个某某某带你回家 这一带就带回自己家 对不对 然后那女孩子已经醉倒了 无不知的 觉得情况之下 所以他说他的影片里面 有很多是尸体 很多是 你会感觉这女孩子没反应 大家互相交换 总要反应吧 没反应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有 他有很明确的一个视证 所以他不能说 就是在夜店 没错 大家你请我 我最近 我就跟台湾朋友学会这个 就是台北 他说有的酒吧 他晚上喝茶 喝了一两点 他说我带你捡尸体 我说什么捡尸体 他就说好像专门台北 有几个酒吧 那就真是那些小女生 就趴在那 他就说你带她就回去 就睡觉 要捡了几个 捡了几个 我没去 没去 我想着找又婷 我没去 发现其中一个是又婷 不可能 你这种算强奸吗 当然算啊 我没名 他自己喝大了的 你喝大 你不表示说 他允许你在喝大的时候 发生性行为 对不对 所以强奸罪里面 也有一个 就是本身 只要他没有办法 清楚的表达自己 yes或no的时候 对要或不要的时候 那你也算是啊 那里面还有牵涉到 其他问题了 第一个 捡尸体 你在人不知道 不愿意的时候 来做某些行为 那当然是犯法 第二个 他偷拍 偷拍 那当然也是会有法律责任 第三个 我都是看报纸 就是说有下药 其中不仅是剪的 就是说有下药 我请你喝茶 喝下药 那第四个呢 把偷拍的东西 好像有勒索 就提出要求 要求你继续来 要求你用力一点 要求你伺候 有什么什么样的 不晓得有没有牵涉到金钱 或说也是强迫人家 做另外的事情 所以才会有可能判几百年 而且他总共有三十多个女生 所以一罪一罚的话 他整个加强了两百多年 是不是有明星 还是小明星 都有 都有在里面 有比较大的明星 就是有民众知道的模特儿 或者是明星 马博士 这你比较有经验 就我就是 不要随便急 为什么很多这个男的 他们好像要勾引妇女的时候 都要让女的喝酒 你说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这个爱好 我认为就是咱就 你知道刚开始 李宗瑞的事情出来的时候 有心理学家也跳出来分析 说这样的男孩子 自信心不够 因为你觉得在女孩子清醒的时候 永远不会跟你回家 他永远没办法 跟你这个好好的当朋友 所以你总觉得 应该要点点助兴 你自己比较大胆 对方也好像 也比较容易答应你 所以他觉得是 自信心上都不够 就是我们说的酒壮怂人胆 很多人啊 我是知道男的 就是他没喝酒的时候 判若两人 他其实是胆小 他喝了酒啊 手都能敢 敢伸到你腰上去 你动手动脚都敢了 还有酒是不是 就是一喝了以后 好像这个道德的界线 就突然变很宽 是女的吗 不是 我觉得男女都一样啊 就是 我是 正是好像全世界 都有这个概念 是不是 就是好像一喝了酒以后 什么都可以 比较无所谓 你看我 我不了解女 因为我不是女的 所以我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谬见 或者一种偏见啊 因为我是男的 我总是不相信男的 戒酒撒风 不可能对不对 对 我认为男的是装的 但是 当然我为什么说这是偏见呢 就是我也见过有的男的 我们叫断片 他真的是啊 喝到一个程度 第二天不记得 对吧 但是你看 我一直觉得女人 人是不是喝酒就会完全的就是丧失自主意识 这间你说的问题里面很多的不同的理由啊 你说你不相信男的是戒酒装疯是吧 他刚开始可是不是的 对不对 可是他真的喝了真的会疯了 因为内地的女孩子很会喝嘛 刚开始 有体会 喝了一下 反而倒过来被那个女的关 把你关醉了 对不对 女的关醉不是想跟你做什么 而是想不让你有能力做什么 把你喝醉了 让你断片了 回家去 OK 那你有第二个看法 就过来 没有第二个还有什么呢 还有说喝了酒 有时候不一定是骗了女生 交仪嘛 男女 喝了酒有一句话老美说的 喝了酒之后不用负责 女的也不用负责 女的发生了什么事以后说 是酒精的作用 我不是真的爱你 我也不是那么开放 因为喝了酒 那还有最后一点是说 有时候你刚问 为什么男的喜欢用酒来喝 除了助性等等以外 在男女社交里面 有一种看法是这样的 是说 当那个女的答应来跟我喝酒的时候 其实 有一半了 成功一半了 已经say yes 已经是个暗号 已经是个答案了 所以我就是问你 我不一定想喝酒的 我说 又婷我们去喝酒吗 当你说好的时候 我明白你有一半愿意了 我就说那其实我酒量不好 我没喝茶好了 反正你就已经答应了 我不用再用喝酒了 又听我一直藏着一瓶 很好的红酒 我不喝酒 也喝不过它了 也喝不过它了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又听你说这个女人 他要是想跟一个人 一夜情 他是不是觉得喝了酒之后 可以让他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防线更容易打开 如果他真的跟你想一夜情 你不用喝酒 他就跟你要一夜情了 是吧 他心里会有矛盾 只是先用酒 这个warm up 就是这个暖场一下 他如果真的把你撂倒 他也没办法一夜情 对不对 所以就是他这个 分寸上是会把握的 但我就觉得 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因为 有太多的就是觉得 就应该是这样 这都是推测 我意思是说 这次法官对于李宗瑞 他的这个求行 变得很高的原因 他有的时候 你不知悔改 就是说 我都已经抓到这些证据了 你还是跟我讲说 这是夜店文化 你还是跟我讲说 他们你亲我愿 那我觉得法官 在讲这些的时候呢 他可能有一种道德 就是社会上这种约定俗成 你还跟我讲什么 不就是 这就是错了吗 不就是这样 法官有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 很多时候 我们颠倒四非 你拿这些东西 把自己的情况 合理化了 就是 就女生只要没有 清清楚楚的跟你说 要 其他都是不要 就这样 那么我问你 女生有时候喝酒 喝到了一个程度 他清清楚楚的 跟你说要 但是实际 那个时候 他喝到的这个程度啊 是他不能为自己的 选择负责任的 所以就 你就别冒这个险 好不好 他第二天会悔恨终生 对啊会 那么这个就不算强奸 对吗 这算哦 算 别忘记 因为他的意识不清楚 没有 文涛李刚是说的 判断力的问题 因为你喝酒 不仅是影响 要不要 你喝酒 还影响你开车 影响你打麻张 影响你所有事情的判断力 有人喝了酒 会讲风话 吵架 骂老板 对不对 后来马上到处 对不起 老老板 我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另外呢 别忘记 危机解密 那个人啊 不是被两个 阿桑齐 对 当时据他说 他描述整个过程 就是啊 他们有性行为 而且后来还不止一次性行为 还继续住在一起 后来突然那个女的就说 被偿暴 有人说为了政治理由嘛 他被一些政治操弄 有人后来找了其他材料 说不是 他嫉妒 因为阿桑齐跟他好了之后 跟他在他面前讲其他女人 我告诉你啊 我上个礼拜 其实跟另外的女人 怎么怎么样 他嫉妒 阿桑其实太喜欢泄密了 你自己也密 都泄出了 忍不住的 所以泄密是有害性生活 有害感情 你知道吗 那照你们说 我今天长了见识了 那女的喝酒 就是女的主动求婚 都算强奸吗 你都别冒这个险 我应该要这样说 我别冒这个险 对 因为就是在法律上是这样 就是他只要是那个 他的意识是不能清楚做法律上 不管他说是或不是 他都是属于不是的那一个方面 那怎么办 我想到一个保护自治的方法 男人 第一个要求录像 我先录像 到时候看你的表现 你看不是强暴 还有你对着镜头讲 我现在某某某 我是幼婷 我是自愿的 不如这样 但他是酒醉的情况下 你就是录像就一样没有用吗 酒醉的情况下 他可以给你讲三遍 对 那有用了 酒醉有用 因为我 第一个我不是我下药 你可以选择不喝酒 而且什么叫酒醉 我又没办法当场验你的血 你知道吗 甚至有人说 好啊 我真的到了 酒醉真的可以 他到隔一天 如果他真的要告你 他去音乐 他还可以验到酒精 你就一样不行啊 你们两个人 不要再想这些了 我知道 有的男人老找那个春药 然后给女同事下了之后 就等着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度